泽拉斯他在场时商店会刷出特殊法杖 并且每经过一轮出现的概率加10% 最高50% 但如果你买了一次 那么额外几率就要重新计算 莫格纳击杀目标时有近一半的几率 复制一张目标到自己的变战血 狂恶强威 魏彼雅饼干可以加150血 代价是你自己要扣3点血 并且你血越少 他的伤害越高 莫拉可以召唤猫咪协同作战 次元术史这是一个八人口有转职的联胜气扮 随阶级提升能开出越来越大的传统们 里面会有极格式的炸弹 石甲虫 王子的军旗 临时装备 光明装备 诅咒女巫 这是个另优魂能扩散debuff的一半 debuff包含扣血烧的额外增伤被炫晕的等 开出八能增幅所有的debuff50%的效果 咖啡甜心他不再是以前那种卖血收菜的娱乐一半 每轮结束 基于咖啡甜心身上的装备出货的糖 然后去做蛋糕 750身开始轮轮报奖列 1000层开始给棋子回血 2000层开始化成九级新术 参与战斗 小蜜蜂 设定是原计划的飞机 阵亡后会叠加到有机身上 但他本地人一共5张 做不到原计划进去 不需要转折有一堆飞机的效果 花仙子 祭活后能给一件能增加伤害的女王冠冕 开到6以后能给一件加坦度的幻妹铠甲 开到9以后 这两件装备会升级为光明版 命运之子 类似变异加上半神的混合设定 用命运标记器 选择一名命运之子 羁绊效果会随之改变 实际学派 开启16秒独立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能给棋子回血 能死挖到石亭 能给本地人加攻速 另外本地人每放一次技能 可加速1秒的倒计时 冰霜 这个羁绊主打一个人多 他能把对方新阵亡的棋子 变成我方的冰霜战士 且对方棋子在换目标时 会优先去打这些冰霜战士 开到7或9时 这个冰霜战士阵亡还会爆炸 龙族激活后能 附加增伤和重伤效果 三个拳上则能升起他们的技能 蛙蛙是加范围和加伤害 两条龙是加回血 炎魔本地人能加攻速 且自带斩杀 另外炎魔棋子击杀目标 还能掉入碎片 并且基于碎片数量 给全队加额外的攻速 魔神使者类似新红设计 全队血量减少20%时 随阶级召唤 小菊 石头人 沃利贝尔 4型沃利贝尔 刘鲁依类似怪兽的设计 但这个赛季只有猴哥一个人 强袭掐手 魔战士几率造成二次攻击 狂暴战士加全的吸血和加伤害 40%血时增益翻倍 重装战士开局和50%血时套盾 有盾时获得减伤 学者本地人自带青龙刀 复苏者全队回血光环 如果是满血状态就改为回篮 复苏者回双倍 保磊卫是加双抗的 开局加了更多 猎手加攻击的每轮手自吸杀 增幅该加神 法师或者双重施法 咒术师放技能或者平A 能够增加至多40点法强 换行师就是加血 变身后加三倍